欢迎收看采金espresso 晚上好我是嘉炫 不知不觉来到了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 回顾这整个月份 我们可以发现 马股基于美国缩表载季 以及朝鲜核实等课题 而促使投资者避险情势升温 进而让马股无法延续8月的涨幅 避市时马股跌了2.48点 以1755.58点避市 在汇率方面 美元在晋升之后稍作喘息 截至下午5点 马股对美元回升至4.2210令吉 马股对新元则滑落至3.1085令吉 紧接着有市场交易数据 外资以及散户今天分别净卖出 1亿5千6百万令吉 以及3千6百96万令吉 而本地机构则买进了1亿9千2百96万令吉 接着有企业Black&White的单元 2018年的财政预算案即将在10月27号公布 而第二财政部长拿督斯里·佐哈里说 首相为寻求减轻人民生活负担的方式 而不打算在2018年的财政预算案中提高税务 佐哈里也表示 我国目前的经济基本面依旧保持强稳 以国际原油价格来看 如今每桶增1美元 也就是约4令吉22千 这将会让我国政府的收入增加大约3亿令吉 紧接着我们来看国民投资公司PNB的最新消息 国投主席丹斯里·阿都华基表示 受惠美国、欧盟和日本等先进国的经济增长亮眼 让该公司今年的总体表现比去年更加 而基因于旗下的上市公司表现亮眼 让国投首8个月的净收入增长了8.8%至100亿5000万令吉 至于针对该公司大动作整合旗下的资产 阿都华西则不愿多谈 接着我们来换个焦点 UEM Agenda公司早前现役 对南北大道公司Plus旗下所有大道 进行超过200亿令吉的长期维修工作 而UEM Agenda公司的控股公司 正正是持有南北大道51%股权的UEM集团 针对此事 马来西亚托运工会的会长纳扎里表示错愕 也对UI Agenda所提出的多方面建议有许多的疑问 特别是为何在大道收费期限 只剩下20年的当额展开长期的维修工作 因此他敦述政府迫切地介入解决有关的问题 否则这将可能使道路使用者承担更高的过路费 新闻到此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